大家好,我是小杜 夜战曾是美军阴影中的恐惧 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大兵有月亮恐惧症之说 最为害怕打夜战 为把托之一噩梦,美军大力研制高科技夜视装备 现在夜战也成了美军一大优势 不过要说当年美军到底有多怕夜战 美军中曾有句著名的叹息 太阳是我们的,月亮是中国的 战争之后,美陆军疯狂地研究小谷特种战术 夜战技术,上头般的痴迷研究夜视仪 在这场堪称奇迹战役中 停战协议上签字的美军四星上将韦恩·克拉克 曾留下一句经典的话 我是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谈判文件上签字的美国将领 对美军而言,最为印象深刻的就是中国军人 神出鬼没般的夜战能力 世上装备最先进,刚赢得世界大战的美国军队 却被衣衫褴褴,武器简陋 但士气高昂,用兵如神的中国军人打败 美军上将李奇威最为服气的就是志愿军的夜战 尤其是小谷部队的渗透能力 李奇威在《回忆录》中记载道 到了晚上,美军观察员无法观察 所以空军夜间不会出动 而在夜间,则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士兵在沙带堡垒中守卫时 经常会吃惊突然发现 不知不觉间,中国军人已经在暗夜中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美军阵地上 这时,信号弹就会从志愿军战线那边升起 同时伴随着响彻天的军号喇叭声 美军哨兵几乎来不及发出口令 战斗就打响 此时,猝不及防的美军只有落荒而逃 在书中,李奇威胁让中国军人进攻神秘莫测 不可思议 尤其是中国军号独特的调子 很多士兵往往一听到喇叭就跑 经常守夜的士兵 还被中国军人打出了严重的心理音乐 在黑暗中草木皆定 总感觉到处有人 随时会面临冲锋 为了减轻士兵的恐惧 美军研究了很多方案 从后方运来大量照明弹 大攻入照明灯等等 但作用甚微 志愿军的战术也在不断地推陈出新 夜战、近战、奔割、穿插等等 让夜战经验匮乏的美军束手无策 有美国老兵回忆 哪有这种打法的 中国军人的进攻风格多变 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 难如之音、动如雷震 感觉经历一场永远无法忘记 前所未有的战争 未经验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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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前所未经验 Things 中 不 迢